我這個也不是說我錄給你 你愛聽就聽 如果說你覺得不好 沒關係你錄給我嘛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 反正我就是做分享 甚至當然你有些東西 影片你也不一定要讓全部人都看到 你可以做一些區隔 比如有些是 針對某些學生才可以做的 那其他的話 這第一個就是開始 甚至我會有一支筆 你看這個錄影 零端 那其中的部分的話 其中專題 我發現學生 能夠加入自己的需求和想法 這件事還蠻重要 那實際上就是把自己的想法 融入到 所謂的剛剛那個什麼 就是資訊素養也好 或者是說運算邏輯也好 反正就是說你要把你的想法 能夠跟電腦的應用結合得很好 並且可以呈現出一個合理的結果 大家一看 從那個 報表跟圖表 馬上就可以知道說到底哪一些 哪一些資料的結果高低 等等的相關數據的一個呈現 然後加上呢 他們可以用Excel容易上手 並且呢 所以說需要撰寫VBA程式 但是因為他懂得什麼 錄製去集跟修改 所以都能夠完成理想的專案 所以其實大部分 我發現他們呈現出來的結果 基本上還是超過我的預期 然後我覺得 他們應該做到這樣就OK 沒想到還有很多人 做得非常的盡善盡美 而且非常用心 用心到我有點真的蠻感動的 我每次改作業 改到作業 這真的是還蠻愉快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現在就想到那個 這個 像孟子說的 天下這個 君子有三樂嘛 其中一樂就是 其天下之音彩而交之 感覺好棒 這些真的是很優秀的學生 你會覺得好開心 而且這些學生將來會影響更多人 而且在這個社會裡面發揮作用 而且這個社會上就是需要這些英才 這個社會才有辦法支撐住 才不會發生一些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最近也發生一個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常常在罵 因為我很喜歡坐鐵路 算基本上我是 也算是鐵道迷 所以其實對台鐵當然有一些要求 一些期許 可是當然就不是做那麼好 其他的話就是 期末作業難度很高 的部分是要做網路爬蟲 跟製作圖表 但是預期的結果 超過我的 預期的好 我剛剛講過了 其中已經讓我看到 這個學生其實還蠻值得期待的 那期末的部分 雖然更難 但是他們很願意花時間 那他們有很多心得說 他們每次回去 幾乎把所有的心力 都花在這個報告上面 我覺得這些看起來還蠻感動的 可見得學生的接受度很高 以學生回饋的意見 他們都會有共同的說法 因為我上課有錄影這件事情 對他們有絕對的幫助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 就是 如果沒有錄影 他們做不出來 但是因為我上課錄影 所以他們 即便是很困難 但是他也做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會 repeat 嘛 哦 而且他們也不會跑到問我 好奇怪 有啦 幾個會問 但問都是自己看 OK 因為學生蠻習慣用YouTube嘛 反正是自己看嘛 然後有問題 對我還有 因為我剛才講說 你如果要加分 上課成績要加分 你要在YouTube上跟我互動 所以有些學生還在YouTube上跟我問問題 然後我在下面回答問題 問問題 回答問題 其實還蠻好玩的 OK 然後呢 這個 另外的話 上課錄影部分 第一個 第二個是雲端講義 第二個 就是我一直強調 這兩個重點 所以 為什麼我堅持 一定要做這兩件事情 的原因 就是說 如果不做 那他們可能會卡在那個地方 過不去 就做不出來 就放棄了 對不對 但是因為有做了這件事情 他們等於是 有可以參考 所以他們可以 把他們的專題的報告 做得盡善盡美 而且非常有成就感 他們大部分都說 做完這個東西之後 他覺得 他 這個課程對他幫助還蠻大的 等於是 幫了 他們 開了一扇窗 以前可能 對這個毫無所知 但是因為 這樣的關係 他們覺得說 他未來 會很希望 再花更多時間 去 針對 城市設計部分 再去充實 這我覺得還蠻好 其實我上課一直強調說 你們不要有壓力 就是 放鬆心情 愉快的學習 這是我的初衷 我不要因為說 你上我這個課之後 就討厭寫程式 那我一直強調 因為我本科系 不是資訊的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喜歡 所以有一個動力 就是說 因為我喜歡寫程式 所以我願意 我會 願意花時間 在這上方 OK 那最後的話 第四個 我的心得 因為剛剛有跟各位 鋪個梗 到底 這個 實體上課 跟遠距上課 哪個效果好 出乎我意料之外 遠距上課 其實都沒有見到面 從第一次到最後一次 通通都是在線上 我都沒有見過面 頂多是說 他們有寫Mail 寫Email 或者是說 線上問我問題 那我大概知道 幾個學生 非常非常認真 那結果的話 我發現 因為有這個影音 跟雲端的輔助 它的成果 並不遜色於實體上課 也就是說 那個 東吳的學生 所交給我的報告 出乎我意料之外 甚至呢 比那個 施大學生 所寫的報告 還要更好 好很多 像剛剛 各位看到台積電 有沒有 直接去網路卡通 抓資料 直接秀 然後最後把那個圖 給畫出來 那個是 東吳會計系的學生做出來的 OK 所以這個也是超乎我預期之外 那底下的話 大概會有這四點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是我自己的這個學期上課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OK 當然我剛剛特別強調 這些方法不是最好的 但是以現階段來看 他也許是一個還不錯的選項 但是前提可能還是一樣 你必須要熟悉雲端 可能還是慢慢要熟悉什麼 熟悉怎麼錄影 然後再來可能還回去 也許給各位老師們一個作業吧 如果你自己沒有YouTube頻道的話 好 尤其你可以先去建一個YouTube頻道 你有YouTube頻道 你才有辦法上影片嘛 對不對 OK 然後至於說呈現的方式 也許不見得一定用這個方法 甚至啊 你可以拿一個那個什麼 這個GoPro嘛 有沒有類似 像我習慣的 這種相機嘛 有沒有 這種相機也可以啊 把它別在這裡 像我出國就這樣 所以我一出國回來 我影片非常多 因為從 那有時候去日本 他們不太喜歡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會 就是還是把它收起來 不然的話 他們會覺得說 好像被隱私權被侵犯的感覺 現在台灣好像 警察也都有這個啦 有沒有 是不是我以後上課也會這樣 別在這裡 我一邊錄我自己 一邊也錄學生 對 這樣感覺 更有那個臨場感 有沒有 所以其實要取得那個 相關的素材 方法很多 然後對學生來說 也是另外一種的 我覺得給他們一些 不同的感受刺激吧 另外的話 對他們來說 好像感覺 提供給他們 像是YouTube東西 他們覺得這個也是他們這個年代 所需要的啦 然後覺得 老師 你這個 這個 滿潮的耶 滿跟得上 實在的腳步 OK 自然而然 我覺得會 引起他們的一些共鳴 OK 當然其實也是不斷改變 我覺得也不斷的學習 其實我的想法是說 不是 我自己也還在學習當中 也就是我只要有機會的話 我就會再找 像我蠻喜歡去逛什麼鳥屋書店 或成品書店 我很喜歡就是看一點相關書籍 像什麼AI人工智慧啊 這些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 其實本來也不知道 那就是不斷學習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中場休息一下 好好好 然後跟老師們急著想要提那個 城市設計的部分 怎麼學城市設計 OK OK 好 那不然我們就先 啊 中場休息十分鐘好了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 直接切入到 其實我們其中報告 其中報告其實就是有一個類似 那我就演示一下 把那個整個我的教學流程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所以先休休休 下個中場休息十分鐘好了 OK